来关心气候变迁问题 联合国旗下的世界气象组织 14号证实 去年6月西伯利亚有一个北极圈小镇 测到了温度高达摄氏38度 这也是北极圈史上最高温的记录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认为 这是气候变迁发出的警讯 此外今年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以及去年美国加州死亡股 都出现异常的高温 都还有待调查 海面上一片纯白浮冰 乍看冰天雪地的北极海 其实已经开始发烧 曾出现摄氏零下68度低温的 西伯利亚北极圈小镇 维尔霍阳斯克去年6月 出现38度高温 经世界气象组织认证为 北极圈史上最高温记录 受强大对流层反气旋影响 北极地区去年夏天 平均气温都在摄氏30度左右 38度高温虽然是森林野火所引发 但和全球暖化也脱不了关系 而且极端气候不只出现在北极圈 今年夏天意大利西西里地区 出现摄氏48.8度高温记录 还有美国加州死亡股 2020年8月创下的摄氏54.4度 这些极端高温记录都还有待认证 科学家认为人类活动导致 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而地球升温又加速北极海溶冰 原本冰层可以反射太阳热量 现在都被海水吸收 让暖化速度变得更快 而且更难阻止 若在放任气候变迁警讯不顾 人类恐将面临大自然 更强烈的反扑 华视新闻的入影编译